最近,美国公布了9月份的通胀数据 CPI同比增长3.7%,明显高于市场预期 虽然金融机构普遍不认为美联储会继续加息 但抑制通胀思路不会变 美元利率也会长时间维持在高位 可以说,这个结果不算好也不算坏 明年属于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持续通胀 抛开2022年这次加息周期 美国自上世纪80年的开始 一共加了60息 短则十几个月,长则两三年 而本轮加息已经到了阶段性的尽头 美联储不是不想加,而是真的加不动了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强调 加息的目的是要遏制通胀 但最终还是要刺破别人家的泡沫 收割对方廉价资产 只不过,今天这个局面却大大出乎意料 美联储的持续加息搞得全球苦不甘言 但同样也对本国经济造成了强烈的反射伤害 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了2.3%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这个诚意单是相当优秀了 但比较诡异的是 美国的用电量却下降了3% 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增长 用电量几乎不可能下降 即便数据上有些输入 也不应该这么夸张 参考过去三年的情况 2020年,美国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GDP下降了3.5% 用电量同比下降了2.7% 2021年则强制复苏 实际GDP按年利率计算增长了5.7% 创下38年来的新高 用电量同比增长了2.7% 2022年,由于通胀压力和供应面紧张 美国经济增长了2.1% 但发电量却同比增长了3.23% 根据美国能源署的说法 2023年美国用电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天气不好 这就有点欺负大家输读的少 根据地理课本上的描述 今年的气候状况属于典型的 二尼诺现象 也就是南半球洪水滔天 北半球则高温干旱 工业和居民用电只会多不会少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 美国居民的用电量为 6771亿千瓦时 同比居然下降了6.8% 你总不能说因为气温升高 美国人干脆放弃空调 改用物理降温了吧 数据不会说谎 但人会 用彭博社的话说 在过去的两年 美国通胀创下了40年来的新高 甚至一度超过了9% 导致美国老百姓 不得不告别铺张浪费的生活习惯 一只住行只能对半砍 这也是上半年 美国居民用电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而另一个诡异数据是美国的就业率 根据美国劳工部最新发布的数据 9月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33.6万人 创造了自今年2月以来的最好成绩 失业率环比持平 仍然维持在38%的历史地位 但从数据上来看 美国已经逐步走出疫情阴影 和供应链危机 就业市场的火爆 说明美国各项数据都很健康 俨然是全球资产最理想的避风港 但根据美国媒体统计的结果 自2022年初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38万名科技员工被下岗 创了近20年以来的新记录 企业破产案件更是提升了一个新高度 今年上半年 美国共发生2973起商业破产申请案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8% 截止到9月 有超过500家中大型企业申请破产 数量比去年翻了一番 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些企业的负债或自展规模 至少为200万美元 不仅包括实业巨头 也波及金融行业 4月 曾经最大的家居用品连锁商店 三个币在新泽西申请破产保护 7月 百年卡车运输巨头 YELLO直接宣布倒闭 这家公司旗下拥有1.2万辆卡车 客户覆盖全球80万家企业 巅峰销售额高达95亿美元 要知道运输依靠消费市场是最基础的社会行业 几乎不存在被淘汰的可能 所以YELLO倒闭只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美国的消费市场在萎缩 反映到进出口贸易上 那就是上半年的进口总额同比下降了6.3% 相比之下 金融行业遭受的苦难 一点不比实业少 截止到今年9月 已经有5家美国银行先后倒闭 直接损失超过了5000亿美元 而造成企业群体性躺平的职业原因是债务 使作勇者趋势美联储 众所周知 自2020年疫情爆发后 美联储疯狂放水 银行利率几乎为零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通过贷款发债等方式 拿到巨量低成本融资 三年合计新增了5.5万亿美元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 由于中美贸易战在叠加格务冲突 能源上涨等多重影响 美元没能按照传统套路流量海外 反而大部分留在国内引发了高通胀 美联储连续加息11次 却只加了个季末 通胀虽有好转 但始终维持在高位 如果深抹一下 你就能发现这里充满了美式幽默 要知道 2020年的高通胀 主要是因为产业链中断 导致美国无法进口足够的商品 但2023年产业链得到恢复后 美国依然在通胀 一是因为各国的需求和产能在下降 比如沙特石油减产 美国即便释放了战略石油储备 也没办法把国内油件打下来 二是美国政府为了制造业回流 强行提高了市场的补贴力度 最终导致通胀的根源 由外部转移到了内部 所以美联储的加息相当魔幻 一方面为了抑制需求 控制通胀不得不加息 而另一方面为了忽悠企业赴美生产 又不得不补贴自己需求 从而加速社会商品价格的上涨 一加一减等于没干 另外美国的债务来到了33万亿 已经接近债务的上限 光是填补债务利息 就要拿出30%的财政预算 而2023年 美国的财政收入预计是4.8万亿美元 2024年给出的账单却高达6.9万亿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政府还要再增发个2万亿新债 才能维持白宫明年的正常运转 按照美国金融机构的预测 大概到了2030年 美国国债将高达50万亿 虽然听起来吓人 但多少还是低估了民主党人的格局 因为按照现在每年7.6万亿国债的增发速度 2026年就能提前实现这个目标 如此庞大的债务赋能 只会让美元的这笔烂账越吹越大 而美国政府的解约办法就是借新债还旧债 拉长通胀的时间差 通过统计魔法来维持张面经济 美元信用才不会被戳破 这种既要旧要的国策 只能倒逼美联储不断加息 结果造成大量热钱涌入美国 却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局道 除了杀入股市债市和楼市 不愿接盘顶雷的 就只能趴在银行之利息 至于川总和拜登两届政府 全力实施的制造业回流 短时间内很难承接这么巨量的国际资金 等于大部分热钱仍在玩资本套利的游戏 而加息对于实体的伤害却越来越明显 美国实际上是在刀口阴险 当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也没办法独占其身 截止到今年9月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0.8万亿人民币 同比微降了0.2% 其中进口17.6万亿 增长0.6% 出口13.2万亿 同比下降了1.2% 考虑到上半年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超过了5% 所以无论进口还是出口 实际还是在下降 但值得庆幸的是 在经历8月缓慢恢复后 9月份的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了8.7% 创了年内单月新高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也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2023年预计达到5% 与官方目标一致 这说明中国的消费和制造业在改善 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也不再那么悲观 但也要明白 这是一个相对缓慢且痛苦的过程 因为在过去的40年里 由于经济增长过快 中国的产业更替几乎感觉不到什么阻力 都是一口气猛冲过去 而如今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 因为在增量市场有限的情况下 产业升级就意味着与发达国家抢单高 于是刚一启动就陷入到与美国的存量博弈 芯片是个导火索 背后设计的却是整个科技产业链 无法顺利完成产业链切换 是中国经济遇到的最主要麻烦 所以美国加息一方面是要抑制国内的通胀 另一方面就是要抽干中国的外围活水 在极限干涸的情况下 逼迫中国全面投降 最近房地产理财公司的接连爆雷 就是美元加息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根据网上公布的资料 这些爆雷公司涉及到的美债高达8000多亿美元 平均收益率达到6% 几乎快追上中国500强企业的利润总和 如果下涨拘旧 一波超级反弹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但随后就要面对债务的指数级膨胀 以及一大批许老板的进行表演 他们可以利用时间换空间 借着上涨的机会顺利套现 然后带钱跑路 只留给国内一地鸡毛 但如果放任他们去死也很麻烦 毕竟这么大的坑没办法填 最终的解决办法就只能拖 只要能维持个植物人状态就成功了一半 至于拖多久 主要看美国 中国的尴尬就在于 新兴产业不足以支撑整个经济 而旧的土地财政模式也玩不下去了 所以就是救了半天 始终缺乏一个锚点 海量的资金放在金融系统里空转 消费一直半死不活 即便是这样 中国经济依然韧性十足 在美元持续加息的大背景下 人民币逆向降息并稳住了资本外流 甚至还把手里的美元 借给濒临破产的发展中国家 不仅避免了被美国人学习 还间接绕过美元系统 推动全球的去美元化 这一招对美国来说是相当疼 原本可以通过加息缩表 让发展中国家破产 进而变卖资产 如今却换来一个两败俱伤 各国虽然痛苦 但好在还没有崩 而美国却因为大量热线涌入 通胀居高不下 罢工涨新的活动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放眼全球 各国都被美元加息折腾得苦不堪言 手里的经济牌能打的基本都打光了 剩下的就是围绕地缘展开路线斗争 而中美就像是在大排档里悬皮绞 两边都很强硬也很痛苦 但可以预见的是 谁先放水谁就买单 从俄乌战争到巴以冲突 再到朝鲜半岛以台海局势 美国可以同时应付两场战争 但绝对照顾不到四场 显然中美博弈已经到了深水区 美国人的游戏规则也正在被打破